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当地时间6月7号 美国黑人男子弗洛伊德 遭警察暴力执法死亡事件 引发的抗议活动进入第13天 当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发布的一篇报道 援引统计数据得出一个结论 美国警察枪杀 逮捕和监禁人数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其中2018年 美国警察枪杀约1000人 而德国11人 澳大利亚8人 英国3人 新西兰1人 另外2018年 美国总计逮捕超1000万 也就是每32名美国公民中 就有一人被捕过 拘捕率远高于英国等国 CNN还提到 在这些被警察逮捕的人当中 美国黑人更有可能遭受暴力执法 根据2016年 发表在美国健康杂志上的一项研究 黑人男性被警察介入致死的可能性 比白人男性高出近三倍